廢棄漁網纏繞 生鏽的船隻在珊瑚礁上打樁固定 为了证实菲律宾马德雷山号在南海仁爱礁搁浅 对海洋带来的破坏 大陆专家亲自出马调查 发现近13年来 船隻周围半径400公尺内的珊瑚礁覆盖率 大幅缩水87% 加固城永久建筑以后就要占领仁爱礁 把仁爱礁作为它一个占领的这个礁盘 马德雷山号被大陆科研人员称为南海的肿瘤 但不管如何 美国依旧力挺菲律宾 表示美飞共同防御条约 适用马德雷山号 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菲律宾能向马德雷山号进行补给 不只美国火上浇游 越南也来加入战局 17号越南向联合国提交南海外大陆棚化戒案 将部分中国主张主权的南沙群岛岛礁化为越南领土 不满菲律宾越南先后提交延伸南海大陆棚 台湾外交部19号也发出声明 表示这侵犯了台湾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无法接受菲律宾和越南的做法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越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南海台湾都是中美之间的肉中刺 为了持续接触沟通管控风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 下周在辽国举办的东盟外长会议 他将与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布林肯表示中美关系已经恢复稳定 不过大陆最近才暂停中美新一轮军控磋商 为双边交流埋下新变数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